为了让更多民众提前感受到花莲金针、农特产还有花季 花莲县政府21号在芝卡森公园举办了《酱与金针》的相遇 推出在地酱料和金针结合的金针创意市集 亲子食农闯关还有写生活道 邀请民众提前来感受金针花的魅力 每年8-9月是花莲金针花盛开季节 目前金针花正含包待放 花莲县府21日在芝卡森公园办理酱与金针的相遇 推出在地酱料与金针结合 规划丰富有趣的金针创意市集 亲子食农闯关和写生活动 并邀请贵宾透过冲衣料理抢先体验 为活动其金针花季揭开序幕 金针花是母亲花 今年我们把金针花在5月份先移到山下 来到五人之海苏县的边来办理 希望大家能够知道金针花是什么 然后金针花的料理有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每一攤的摊位里面 都有一道料理送金针入菜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跟他们多多捧场 今年的花季会从8月10月开始到10月时候 也欢迎大家到你的户里和玉里 去想花去想金针 活动有金针好针创意市集 降与金针闯关活动 还有支卡轩亲子写生活动 邀请亲子从中认识 花莲在地农业文化和特色 还有花莲限动植物防疫所 也借由有掌偵达 向民众宣导动物保护法规定 及四组责任 结合食农教育及休闲体验 在支卡轩公园5后 深温亲子间情感 随着掌帮宴前相报导